好让人家感觉到紧张心的还有就是在台南县的这290个社区关怀中心了 高龄化的社会呢如何来妥善照顾老人使所有单位呢现在面临的问题 而台南县设立的社区关怀中心安排了志工来访试独居老人 让老人家倍感窝心 看到志工来探望 平日独居的贝贝显得相当开心 这是台南县为地方乡镇的独居老人 安排的社区关怀项目 借由志工的定时访试 让这些老人家获得妥善的照护 没有钱嘛 所以他们租的房子都比较那个像平凡老旧的 卫生方面也比较不好 政府有推这个关怀中心 我觉得也有某部分老人真的有受贿到 他们也觉得说政府有在做这些事情 他们觉得对他们蛮无心的 除了到家访试 像这样的关怀中心 整个台南县共有290个 让县内的老人家不但能够参与社群 更能够学习活化 因为县内老年人比例较高 台南县长苏焕智 因此特别用心在老人社区照顾 养护机构其实很多长辈都不愿意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就特别以这个村里社区作为一个单元 然后呢成立村里关怀中心 然后让这些长辈呢 有身体不好的独居老人 这些弱势者 那有一些志工去关怀他 藉由志工的关怀 让在社会角落里的独居老人家 脸上也有了光彩 中天新闻李明灯台南报导